那我想主要想先請問國發會,那月份的這個景氣對策信號 那相較我們比7月份是下提1分,那成為23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連續在6個月內是創下了這個綠燈 那但是只要再提1分,我們就會變成是趨落的黃藍燈 趨落的黃藍燈,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政府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應對 因為我們看到第4季的景氣的預估,似乎還是很膠著 所以在這樣持續的低迷之下,我們國發會這邊要用什麼樣的政策來協助民眾 因為尤其在最基層的,包括餐廳、辦桌,因為生活習慣也改變,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還預估很多到年底會撐不住,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國發會到底面對景氣 即將由綠燈到區落的這個情況,我們怎麼應對?請教都委 抱歉,這個分成短期跟長期,那短期就是今年的部分 那今年的部分的確,因為出口的部分,他的成長的幅度稍微有減少 那我唱你的話,短期就是撐不下去,要再叫他上來就很困難 我們在他還沒有倒下去的時候,怎麼協助他? 所以我們的確是在這個內需消費的部分,可能在第4季的時候必須要做一些加強 所以昨天,我在唱你的話,昨天我跟蘇可在討論的時候,我說比較新加坡,環戶於民 既然我們的稅收超真那麼多,因為我們的台上真的很棒很努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啊,新加坡給了一個統計,你看到吧? 2021年發給民眾一塊錢,他的消費,這跟你相當相關 他的消費可以達到0.8塊,等於是八成消費額,整個經濟會輪動 所以我建議,是不是把你超真的,一定的額度,環戶於民 發現金給民眾,去刺激整個國內的消費額,請教說明 因為,也許每個國情是不太一樣啦 因為台灣人,對於儲蓄是比較偏好 所以,有時候發給他現金,他會把他當成儲蓄,那對短期的效果 主委,你現在講到這一句啊,我不想讓你回答,因為你這個沒有接地氣 你發給他1萬塊,他會儲蓄起來,你這個邏輯太奇怪了 他這頓都沒錢吃了,他還會儲蓄起來 我們現在是針對整個國內的消費額要怎麼樣去刺激,對不對? 不要再天馬行空了啦 去討論看看好不好,人家已經有成功的範例 已經發1塊,可以刺激到0.8元的消費額 我們是不是有這樣子的面向,趕快去討論好不好? 趕快去討論好不好? 我想促進消費這個部分,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樣 你到現在才跟我說,我們來看看,你發的什麼券什麼券 到現在結果呢? 過去的5倍券跟3倍券的成效還是不錯的 主委,我已經跟你說了,很多準備要倒的,我們不忍心 你要怎麼應對,請你書面這條詳細給本席